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最新的杂志封面就是2020年被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叉 公布了最新的杂志封面就是上面写着2020年然后打了一个红色的交渣 它的护标题是写着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这篇由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员Stephanie女士来主笔 这篇由纽约时报电影评论家Stephanie女士来主笔 那他开头就以这是你永远不想再回想的一年来下笔的 那他一开头呢他就写就说呢 这一年呢是你永远都不想再想回头的一年 这样来开始 他在这个文中强调尽管美国跟世界的历史上都有更糟糕的时期 他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跟世界历史上都有更差的时间 但2020年所发生的事真是使我们的世界充满无力 但是2020年所发生的事真是等我们的世界是充满了无助 作者Stephanie在文章这样说 直到今天全球仍然笼罩在新冠病毒的这个阴霾的里面 那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6695万人 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695万人 死亡的人数也至少有153万人之多 死亡的人数也最少有153万人 我们看见全球的政治领袖跟精英面对这个看不见但威力十足的病毒 不仅对这个病毒束手无策 甚至也都重见落马被病毒感染 而今年3月开始大多数都因为封城而感到非常孤独的这个同时 我们看见自然环境也似乎跟着瓦解 澳洲的野火肆虐达到4个月 那美国西岸加州 厄勒冈州 华盛顿州的野火也接续的延烧 不仅大面积的森林 产遭烧毁 不仅大面积的森林 产遭烧毁 那它所产生红橘色的烟雾更笼罩许多的城市造成空气的污染 而且产生出那些橙色的那些烟帽呢 弄到很多城市都空气污染 那除此之外 世界各地也纷纷扰扰充满种族的仇恨跟纷争 社会许多不公的冲突跟对立也不断地浮出台面 那这接二连三的灾害跟冲突 使得2020年笼罩在一股黑暗 看不见亮光 找不到出路 充满不安跟绝望的一个困境的里面 这些连接二三的灾害和冲突 等到2020年笼罩在一股黑暗 看不到亮光 找不到出路 充满不安和绝望的困境之中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同意作者Stephanie 她所表达的这个沉重又低落的心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这个作者Stephanie 所表达的沉重又低落的心情 我们都希望这个黑暗不安的2020年 赶快过去 我们都希望这个不安的2020年快点过去 在全球这样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 人们就更期待有一个充满智慧 英明伟大的领袖来带领并拯救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个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就更加期待能够有一个充满智慧 英明伟大的领袖来拯救这个世界 其实这个盼望早在2000多年前 其实这个盼望早在2000多年前 神就已经按照他丰盛的慈爱 神就已经按照他丰盛的慈爱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跟世人同在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以我们世人同在 成就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 成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期待 只是世人被黑暗所蒙蔽 不认识他甚至拒绝他 只是世人被黑暗蒙蔽 不认识他甚至拒绝他 不愿让他来引导带领我们脱离这样一个混乱黑暗的困境 不愿意来等他来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脱离这个混乱黑暗的困境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以赛亚书9章1到7节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在以赛亚书9章1到7节 旧约先知以赛亚一言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跟使命 旧约先知以赛亚预言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使命 来看神如何按照他预定的这个旨意 来看神如何按照他预定的旨意 用超越人无法想象的智慧 用超越人无法想象的智慧 在世界处在一个黑暗无助的情况之下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世人 他预备一个美好的救恩跟盼望 在世界处在这个黑暗无助的情况之下 借着神指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世人所预备美好的救恩和盼望 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这样说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使西部伦地和拿佛塔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运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 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重恶和肩头上的账 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 如同在米店的日子一般 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蝎子 以及那滚在雪中的衣服 都必当作柴火燃烧 应有义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侧氏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 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我们对以赛亚书9章1到7节 这一段经文的6到7节 应该是非常熟悉 我们对以赛亚书第9章1到7节 这一段经文里面的6到7节 应该是很熟悉的了 特别是在圣诞节这一段期间 经常你会听到 特别在圣诞节这个期间 你会时时都听到的 因为6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婴孩 就是圣诞节的主角 因为6节里面讲的这个婴孩 就是圣诞节的主角 就是神所差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 就是神所派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 以赛亚是主前第8世纪出现的一位先知 以赛亚是主前第8世纪出现的一位先知 耶和华神呼召他在以色列分裂的王国 特别是在约坦 亚哈斯西西家王的那个时期 在南国犹大做神话语的出口 耶和华夫召他在以色列分裂王国 尤大王约坦哈哈斯西西家王当政的期间 在南国犹大做神话语的出口 因为这个以色列出生在王室 因为以色列他本身是出生于王室 是一个王室的子弟 是一个王室子弟 所以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听到或接触到国家当时的处境 所以他有很多机会是接触到当时国家的处境 所以自然也非常关心国家局势的发展 那因为是王室的子弟背景 以色列可以在当时的几个犹太国王的面前 当面提出戒言跟警告 因为他是王室子弟的背景 所以以色列可以在当时的几个犹大国王面前 当面是提出建言和警告 当南国王亚哈斯当政的时候 当南亚哈斯当政的时候 那亚述帝国崛起 那开始就向西扩展他的版图跟势力 所以当时北国以色列王比加跟亚兰王 就联合起来要抵抗亚述的这一个侵略 那么他们就希望南国尤大也加入他们的联盟 但尤大拒绝了 所以他们就恼羞成怒起来攻击南国尤大 以至于有12万的尤大的百姓被杀 20万的百姓被掳 20万的百姓被人拉了去 所以南国尤大就举国上下充满恐惧不安 所以南国尤大举国上下充满着不安 所以亚哈斯王看到眼前敌军压阵 所以他就自作聪明去求助亚述 亚哈斯王看到眼前敌军压阵自作聪明 以为他联合敌人的敌人这样的磨猎 可以击败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的盟军 以为这样的谋略呢 他就可以抵抗北国和亚兰的民国 来保住尤大的这个安全 保住他自己尤大的安全 但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很聪明 使南国后来尤大就更陷入混乱 回到这个万绝不护的困境的里面 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差遣先至以赛亚 去激励亚哈斯王 那那时候耶和华就差遣以赛亚去激励亚哈斯王 告诉亚哈斯王神允许他向神求一个预兆 我告诉他神允许亚哈斯王向神求一个预兆 来增加他的信心 来增加他的信心 但那个时候亚哈斯王心意已定 但是那时候亚哈斯王他的心意已定 他就要决定去依靠亚述不依靠耶和华 他们已经决定了他是要依靠亚述 就不依靠耶和华 他告诉先知以赛亚我不求我不试探神 他告诉先知以赛亚听 他说我不求我也都不试探神 看起来好像亚哈斯王很属灵很敬虔 你听起来以为亚哈斯王很属灵很敬虔 但其实他是诡诈悉情假语 但是其实他是诡诈虚情假语 他拒绝神的帮助跟恩典 他拒绝神的帮助和恩典 所以我们如果阅读 《猎王记》下16章 所以如果我们看《猎王记》下16章 你会很清楚看见亚哈斯王是心术不振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亚哈斯王他其实是心思不振 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行耶和华眼中的恶事 他在国中建造异教的神子巴黎 他是建造异教神子巴黎 献婴儿祭 献婴儿祭 并在秋坛上默拜偶像 而且他是默拜偶像 亚哈斯王他依靠亚述的决定 让耶和华神非常伤心 那亚哈斯王他决定 依靠亚述这个决定 等到耶和华是很伤心的 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 警告亚哈斯王 那神就透过以赛亚呢 就警告亚哈斯王 敬畏耶和华必得安慰 敬畏耶和华必得安慰 国家若要富强安定 是要相信并依靠神 神必与他们同在 如果是想要富强安定 是要相信并且依靠神 但相反的 但是相反的 依靠人求问交诡 崇拜偶像的 必受惩罚整个国家会沉沦 最后遭遇到悲惨的结局 但是相反的 如果依靠人在那儿 求问些鬼怪 崇拜偶像 必受到懲罰 整个国家就会沉沦 这也是以赛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以赛亚他说的 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以赛亚是这样说的 他这样说 当以教诲和律法书为准 人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 必没有黎明 他必经过这地 欲艰难受饥饿 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 咒冒自己的君王和神 他仰望上天 俯茶下地 看啊 近世艰难 黑暗和害人的昏暗 他必被赶入 幽暗的 这一个暗中去 当然 犹大王亚哈斯 并没有理会先知以赛亚的建言跟警告 当然犹太王亚哈斯 他不理先知以赛亚的建言 和警告 他执意去投靠亚述王 他已经执意去投靠亚述了 固然 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王后来被亚述打败 固然 不过以色列和亚兰王是被亚述打败了 那犹大国暂时可以得到安全 那犹太 犹大国暂时是可以偷安 但也因此 他就臣服在亚述帝国的权势跟蹂躏之下 非常痛苦 但是从此呢 也都臣服了在亚述帝国的权势 和尤论之下非常痛苦 然而耶和华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 但是耶和华神是透过先知以赛亚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 在犹大国面临黑暗失去盼望的时候 在犹大国面临黑暗失去盼望的时候 耶和华神并没有离弃他们 耶和华神是没有离弃到他们 他仍然信守纪念他跟大卫的约 他仍然信守他跟大卫的约 要施恩怜悯他们 施恩怜悯给他们 他议员要为他们吸取一位受高的君王 来帮助拯救他们 神预言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受高的君王 来帮助拯救他们 让他们脱离黑暗痛苦的困境 让他们脱离黑暗痛苦的困境 这也是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他所描述的 这就是以赛亚书一到七节所描述的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 以赛亚书九章的一节 以赛亚书九章第一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幼岸 从前审死西部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 末后确实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 他是放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 这一节是放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 也就是说他接续八章的二十二节 然后描述以色列处在修路 让人抬不起头来 艰难黑暗痛苦看不见亮光跟盼望的处境 将会有所改变 会从幽暗痛苦变为荣耀喜乐 从幽暗痛苦变为荣耀喜乐 在这里说到西部伦地和拿佛他利地 在这里讲的西部伦地和拿佛他利地 其实是过去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征胡罗令 后来被掳掠并入亚述的土地 其实就是过去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征服游列 被劳略并入亚述的土地 那也是后来新约所说外邦人所居住的加利利地 就是后来在新约所说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 那将会因为这个受高的君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出现而改变 从现自由光彩跟荣耀 将会因为这个受高的君王 也都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出现而改变 从现自由光彩跟荣耀 从犹太人历史的角度跟层面来看 从犹太人历史的角度跟层面来看 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受高君王 先知以赛亚所预言这位受高君王 应该是后来上任的亚哈斯王的儿子西西嘉 应该就是后来上任的亚哈斯王的儿子西西嘉 因为他上任为犹大王之后 因为他上任为犹太王之后 他一反父亲的傲慢跟败坏 他一反父亲的傲慢跟败坏 他敬畏依靠耶和华 他敬畏依靠耶和华 他洁净圣殿恢复敬拜 他接近圣殿恢复敬拜 他在国阵上革新历经图治 他在国阵上革新历经图治 使南国犹大复兴恢复他的延续 等到南国犹太復兴恢复元气 而且亚述帝国也因为内患开始衰落 最后在祖前700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 而且亚述帝国因为自己的内患开始衰落 最后在祖前700年被巴比伦所灭 但先知以赛亚的议员 好像的确在西西加王身上 看似有部分是实现了 但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的确在希西加王身上 看来似乎有一部分是实现了 但却没有完全的应验 但是没有完全的应验 所以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所议员 应该是超越了犹大的历史 所以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 应该是超越了犹大的历史 而是遥指未来另外一个神 所要差来的救世主 而且是遥指未来 另外一个神所要差来的救世主 那位就是我们今天所颂赞敬拜 庆祝圣诞对象就是神子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的4章12到16节这样记载 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6节是这样记载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来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佛塔利地区 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西布伦拿佛塔利沿海的路 约旦河的东边外邦人的加利利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你看见主耶稣在加利利 医病感鬼传到亲近被人瞧不起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你们看到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医病 赶鬼传道 亲近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 帮助贫穷的人 死那里的人他们得到鼓励、医治、盼望 等到那些人得到鼓励、医治、盼望 就很清楚印证了先知以赛亚 在九章一节他那里所说的意言 那就很清楚印证了先知以赛亚 在九章一节所说的预言 而以赛亚书的九章二到五节 先知以赛亚就更清楚地指出 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二到五节 先知以赛亚就更加清楚地指出 这位神所差来的彌赛亚救世主的他的使命跟能力 他这位神所差来的彌赛亚救世主的使命和能力 他告诉我们他将如真光照耀驱走黑暗 他会带来喜乐跟盼望 会带来喜乐和盼望 你可以在二到五节这四节当中先知以赛亚说到 神耶稣他在黑暗阴霾中行走 得看见真光 在无助绝望之地的人可以得到盼望 在绝望无助之地的人可以得到盼望 被重恶捆索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得到自由释放 那这位彌赛亚的来临将驱走黑暗化解仇恨 消民战争带来和平 那这位彌赛亚的来临 是将驱走黑暗化解仇恨 消离战争带来和平 让人可以真正得到平安和喜乐 让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毫无贵言的我们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以没有说错我们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去寻找亲近那些被罪所胜的人 他是寻找亲近被罪所胜的人 帮助那些贫穷软弱的人 帮助那些贫穷软弱的人 医治身体有疾病的 医治身体有疾病的 怜悯心灵那些忧伤的 怜悯心灵有忧伤的 甚至最后无私在实际下为人舍命牺牲 甚至最后无私在十字架为人舍命牺牲 他所成就伟大的救人 他所成就的伟大救恩 很清楚就应验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议员 世人所引颈盼望那位受神所差 来到人间有能力拯救人 脱离黑暗痛苦绝望 进入荣耀光明带给人平安喜乐的那位救世主 到了以赛亚书9章6到7节 那先知以赛亚更具体描述这一位神所差派 对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金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尔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先知以赛亚你可以注意他在这所议员 这位救世主四个身份是 侧氏、神、父亲跟君王 你要注意以赛亚所预言这位救世主 他四个身份就是赤氏、神、父亲和君王 而且每一个身份都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 而且每一个身份他都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的 奇妙的、全能的、永远的、和平的 来说明他身份的尊贵跟自告 奇妙的、全能的、永远的、和平的 来说明他身份的尊贵和志工 奇妙的是指他的智慧跟工作 奇妙是说他的智慧和工作 那全能的是指他的本质跟能力 全能是说他的本质和能力 永远是讲到他跟子民那种不变的关系 永远就是说他跟他的子民不变的关系 和平的是指他自理的富强跟心胜 和平就是他自理的富强、轻盛 耶和华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明白地告诉世人 这个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里面 和世人同在他是至高全能神的儿子 那耶和华就是透过先知以赛亚 他有智慧磨裂 他有智慧谋略 有权柄能力 舍命新生 舍命牺牲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平息了神的愤怒 平息了神的愤怒 使人阴性可以罪得赦免 使人恩信罪可以得到赦免 可以脱离黑暗罪恶的权势 可以脱离黑暗罪恶的权势 不仅带给人的生命改变 不仅带给人生命的改变 有喜乐和盼望 有喜乐和盼望 并且可以让人得以进入神光明荣耀永恒的国度里面 并且得以进入神光明 荣耀永恒的国度里面 今天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如何确信 先知以赛亚所依愿的那一位婴孩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可能有人会问 那我们怎样可以确定先知以赛亚所依愿的那一位婴孩就是耶稣基督 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 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 等到时候成熟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却生在律法之下 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 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 这两节很具体且详细的解释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先知以赛亚所依愿的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这两节就更加具体 这么详细解释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他所预言的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这婴孩是谁 那这个婴孩是谁 即他来的目的 还有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保罗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位婴孩不单是人 那保罗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位婴孩不单只是人 而是神的儿子 而是神的儿子 神他用人难以测度和相信的智慧 神用他用人难以测度和相信的智慧 猜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透过母父生子的方式 透过母父生子的方式 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类历史的里面 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类历史里面 他要与人同在 他要与人同在 将世人从黑暗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亲爱弟兄姐妹 请你们留意在加拉太书4到5节这里 注意在加拉太书4章4到5节这里 保罗也特别提到这位救主来的那个人间的那个时机 保罗也都提到这位救世主来到人间的时机 修订本的圣经是翻译成时后成熟 我们修订本的圣经的翻译就是说时机成熟 和合本圣经是把它翻译成时后满足 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就是说时后满足 圣经学者指出这个时机是指第一 当犹太人饱受罗马人的气压没有自由 人心不平 希望有人来带领他们推翻 在人这种人心思变不安的情况之下 耶稣一出现 有许多人都已经预备好心来接受耶稣来拥戴祂为王 在这个人心思变的情况之下 当耶稣一出现就有很多人已经预备了身来接受主 擁護他做王 第二個時機是當時羅馬統治天下交通是十分便利發達 對傳播福音有莫大的幫助 第二個時機就是當時羅馬帝國統治天下交通很發達 對傳播福音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第三當羅馬統治的土地他們是以言統一的 全都使用單一的以言希臘文來交通 第三個時機就是當時羅馬統治的土地言語是統一的 只是用希臘文來交流溝通 所到之處人人都同小希臘文 所到之處人人都認得希臘文 所以在很短時間福音就可以傳遍出來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福音就可以傳開來 第四個時機是在羅馬帝國以前的三個帝國 他們對於罪犯處死各有不同 他們對於罪犯處死各有不同 巴比倫帝國是用臨詞的方法 巴比倫帝國是用臨詞的方法 馬大波斯王是用絞型 那希臘統治則是用斬首 希臘統治是用斬首 但來到羅馬帝國他們就用釘十字架的酷型 如果基督是在前三個帝國降生 那他就不是被釘十字架 但耶穌基督降生在羅馬統治的那個時期 但是耶穌基督降生在羅馬統治的時候 他就應驗了聖經的意願 他被掛起來才能夠成就神救贖人類大功 那就應驗了聖經的預言 他必須被掛起來才能成就神救贖人類的大功 親愛的弟兄姊妹 親愛弟兄姊妹 先知以賽亞早在以賽亞書的四十六章十節就已經清楚告訴我們 先知以賽亞就在四十六章的十四章就告訴我們 耶和華神是從起初就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變言明未成的事 說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他是這樣的一位全能真神 他是一位這樣的全能真神 他所命定 他所喜悅 他看為美好的旨意 他必定成就跟實現 他所命定的 所喜悅的 看為美好的事 就一定成就並且實現 所以這回應了以賽亞書九章七節 先知以賽亞他所說的 那就回應了以賽亞書第九章第七節 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萬君之耶和華的熱心 必成就這次的這個事實 萬君也和華的熱心 必成就這次的真神 我們知道也只有這位 從天而降神的兒子 他是聖結無罪 我們就知道了 只是這一位從天而降神的兒子 是聖結無罪 有能力來帶領拯救人 脫離黑暗罪惡的這一個瑕疵 有能力帶領拯救人 脫離黑暗罪惡的協制 帶領人進入光明榮耀的國度 帶領人進入光明的國度 他是世人嚴謹所期盼 可以讓人出死入生 唯一的盼望跟拯救 他是世人引頸期待 可以讓人出死入生 唯一的盼望和拯救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新聞 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新聞 在美國有一個人 在美國有一個人 他有妻子跟三個小孩 他有妻子有三個小孩 那這個人他的汽車牌照已經到期 需要繳交年費 那這個人呢 他那個車牌已經到期了 就需要交年費 那因為他失業沒錢繳這一筆費用 但是因為他失業了 他又沒有錢去換牌 但是他每天出入又不能沒有車 那他每一天出入又不可以不用車 所以有一天晚上 那有一天晚上呢 他開車被警察攔下來 那他開車呢 誰知就被警察截停了他 他指出他的車是沒有檢查換照 那他呢就說他的車牌已經過了 沒有換牌照 他向警察解釋 因為失業家裡還有很多賬單沒有支付 那他就跟警察解釋 因為我失業 家裡很多賬單我都沒有錢給了 所以牌照費用也沒有辦法去支付 所以這個牌照費用呢 我也沒有辦法去支付 那警察聽了之後 並沒有表示什麼 那警察聽了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表示 他就回到警車 在警車裡停留一下子之後 又回到 在他面前把一張對折的罰單交給他 然後就走了 那這個警察呢 他又回到警車那裡 過了一陣呢 他又回出來 就把一張截了的那個負擔呢 就給了這個人 這樣就走了 那這個人被警察攔查 心情很差 那這個人呢 被警察截了 那那個心情當然很好 那也是晚上 所以牌照沒有馬上 沒有馬上看那個罰單 那又是夜晚黑了 那他又沒有立刻看這張罰單 他就開車回家 那就開車回家 那到家之後 那到了家之後呢 他才打開罰單 要看罰款是多少 那打開罰單 看看究竟要罰多少錢呢 他萬萬沒想到 他對折的這個罰單上面 是空白的 裡面卻夾著一張一百塊的美金 那裡面呢 還夾著一張一百塊的美金 他段時心裡非常感動 他慌盛大哭 後來這個人找到工作 那解決家中的這一些經濟的問題 他就投書給報社 他說在我人生最艱難 他說在我人生最艱難 沒有錢繳交汽車牌照會的時候 沒有錢交汽車牌照費的時候 竟然有人 竟然有人 還是執法的警察 而且是執法的警察 不但沒有罰我還給我錢 他不但沒有罰我 他還給錢我 那這個警察的愛心 這個警察的愛心 溫暖了我的心 溫暖了我的心 改變了我的困境 讓我跟我的一家感激不盡 讓我和我一家感激不盡 一生都無往忘記 一生都不會忘記 這個警察所施以我的恩惠 這個警察所施給我的恩惠 今天我心存感恩 今天我心存感恩 要公開向大家分享 所以要公開和大家分享 這個在艱難當中 帶給我們一家喜樂盼望奇妙美好的這個經歷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更何嘗不是如此 他是聖結公義神的兒子 他是聖結公義神的兒子 有權柄審判世人的罪惡 他有權兵 審判世人的罪惡 但卻甘願捨下天上的榮華 但是他甘願捨棄天上的榮 放下自己神的權柄 放下自己神的權柄 進入到這個罪惡的世界 進入罪惡的世界 親近那些有罪的人 親近這些有罪的人 與他們同在 甚至甘心樂意的 擔負世人的罪孽 甚至甘心樂意擔負世人的罪惡 無怨無悔的走上十字架的酷刑 無欲無悔 這樣走向十字架的酷刑 他為世人舍命來拯救罪人 為世人舍命贖罪 可以出使入生有全新的生命 他的降生不僅帶給世人盼望跟拯救 他的降生不僅帶給世人盼望跟拯救 更帶給世界光明跟希望 更帶給世界光明跟希望 這也是今天普世歡騰 全民擁戴歡呼 慶祝他降生的這一個原有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普世歡騰 全民擁戴歡呼 慶祝他降生的理由 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基督 他是神定子先見所預定 他是神定子先見所預定 帶給黑暗痛苦的世界 唯一的盼望跟拯救 帶給黑暗痛苦的世界 唯一的盼望跟拯救 我們都是因著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 舍命犧牲、罪得赦免 被稱為以由神 生命屬神的兒女 我們都是藉著神子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 來到世界 舍命犧牲 所蒙神請救 罪得赦免 赦免 得神清義 有神生命屬神的兒女 所以在這樣一個屬於祂降生的日子 所以在這個祂屬靈降生的日子 讓我們一起高聲來敬拜 等我們一起高興、高聲敬拜 感謝祂 感謝祂 用實地的行動 向世人來宣揚 分享耶穌基督這個寶貴的救恩 向世人宣揚 分享耶穌基督這個寶貴的救恩 使祂得到應得的尊榮更榮耀 使祂得到應得的尊崇 和榮耀 我們一起低頭來祷告 天父我們感謝祢 因著祢的降生 帶給我們盼望 平安跟喜樂 何等的恩典 當我們在罪惡過患當中 祢捨棄天上的榮華 進入到人類歷史的裡面 親自與世人同在 祢親近罪人 醫治那些有病的 主啊祢讓 這一些有需要的得到鼓勵跟幫忙 你更讓我們這一些被罪所困的人 你走上十字架的這一個道路 以至於你在十字架所受的酷刑 我們罪可以得到赦免 讓我們可以因著相信 就成為神的兒女有新的生命 何等的恩典 因此在這樣一個慶祝聖誕的日子 祝我們這些屬祢的兒女 來到祢的面前 來向祢歡呼敬拜 我們更願意 在這樣的一個日子 我們重新立志 向人來分享 祢在我們身上這寶貴的救恩 以至於這個世界 因著人認識祢 接受耶穌 再次重見盼望 跟亮光 以至於我們可以真正被主的愛所包圍 我們這一個世界 再次充滿和平 主我們感謝祢 讓我們可以一起來到祢的面前 向祢敬拜 願意祢的話語 再成為我們的激勵 感謝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